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的确令人觉得哭笑不得 从肖战代言的品牌部分产品 瞬间渺眉可以看出 他本身的带货能力以及影响力 反观到粉丝的一个消费能力 的确很强大 也足够证明大家对于肖战的支持力度 这份爱是双向的 现在只是代言部分产品被渺眉 大家还关心到以后肖战开演唱会的一个场景 抢门票可能会成为令人忧愁的话题之一 不得不说 由肖战引发的效应太强大了 既能够让广大粉丝激动不已 又能够让人感到忧愁 肖战先代言莫森眼镜部分产品被渺眉 特别是铝合套装款 手速慢的粉丝 可以说是望尘莫及了 尽管说我们没有抢到心仪之款 但听到和看到肖战迎来了新代言 成为新品牌的代言人 也是一件令人特别开心的事情 现当下肖战自开年以来 先是品牌猛牛乳业的代言 后是品牌莫森眼镜的代言官宣 一系列的好消息都在告诉着我们 他正在往一个全新的方向在发展 商业价值也在不断创新高 可见未来的发展趋势如何 最后不知道你们 在得知肖战新代言终于官宣之后 有没有留意到广大粉丝的一个状态呢 欢迎下方评论区留言讨论 告诉97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